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刚刚从呆滞状态回过神来的哥斯拉 脸色变得煞白啊 差不多一分钟之前 他觉着自己就是这座城市的霸主 同样在整个北欧他都拥有一席之地了 但是现在他觉着他自己就是个傻子 压根儿不知天高地厚 一门心思以为自己多厉害呢 实际上啥也不是啊 哥斯拉腾身战气 你是谁 他那保镖立马过来就挡在他身前 就算是他们知道面对李高楼实在可能会没命 但是你说你挣的就是这份辛苦钱呢 他们如果现在跑了 估计哥斯拉回过头来就得报复他们家人 所以哪怕这些保镖一个个都直哆嗦 但也硬着头皮站在他身前 面对着敌人李高楼从来都不是心慈手软的人 因为他知道留下自己的敌人只会后患无穷了 佩妮在什么地方把人交出来吧 然后自断一臂 从北欧滚蛋 虽然在此之前李高楼压根不认识哥斯拉 跟他往日无冤尽无仇 但是自己跟玉麒麟现在是站一起了 不为了别的 哪怕只为了天坑 也得帮这个忙啊 所以哥斯拉就是自己的敌人 算你小子倒霉吧 而且刚才他已经杀了钢甲 这是一种态度 既然如此 还对哥斯拉留什么情啊 听到这话 同时哥斯拉也看见玉麒麟了 他立刻明白了 这男人究竟打哪冒出来的 对于玉麒麟呢 哥斯拉从来都没觉着是什么麻烦 不就是个后起之秀 一个晚辈 在他眼中看来 这家伙自己随时可以把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是现在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了 鬼知道玉麒麟从哪找了这么一个恐怖的高手啊 交出佩妮那女人 这倒不多困难 但是说自己断了自己胳膊 从北欧离开 这对哥斯拉来说 跟杀了他有什么区别 要知道他打出生就待在这地方 所有的根基都在这 如果说放弃了北欧 那就等于让他失去了一切 更何况还废掉自己条胳膊呀 既然如此 没谈的必要了 哥斯拉两眼紧盯着李高楼 不吃死活 北欧是谁的地盘看来你不清楚是吧 这家全场谁开的你也一无所知是吧 哥斯拉这招祸水东引 让现场很多人意识到李高楼有麻烦了 是你的确很强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事 不是说你足够强就能解决的 这家全场那是天影集团的产业 奥布莱恩就坐在那儿呢 第一全场的规矩 北欧所有人都知道 只要进了全场 任何的私人恩怨 你都给我往后放放 谁要在这儿闹事 天影集团一定会动手杀人呢 那么现在 哥斯拉就是打算祸水东引 把这问题抛给奥布莱恩了 面对天影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 就算你李高楼强 但是你能有办法解决天影集团吗 所有人的目光 这时候可看向奥布莱恩了 奥布莱恩这位北境之王 在这时候脉脉悠悠的站起身来 但是他接下来的举动啊 让在场所有人脑子一片空白 李先生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最尊敬的人 所以他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他要杀的人 我帮着杀 哼的一下啊 全场所有人感觉脑子都懵了 这番话可是奥布莱恩说的 天影集团的北境之王 奥布莱恩的霸道 北欧谁不知道 完全可以说在北欧就这地儿啊 什么人物都没办法逃脱 奥布莱恩的威势啊 哪怕是什么官方总统 都得给他三分薄面 他想怎么着怎么着啊 但是他对于这样一个 看似华夏的年轻人语气之中 满是恭敬 都好像担心他会对自己产生什么不满 而这句话也全然不顾 第一全场的什么规矩了 那直接告诉所有人 李高楼想怎么着怎么着 而且我帮着他干 为什么会这样啊 金发小子也梦了 也不知道啊 他是问玉琪琳还是自己嘀咕 反正说了一句 老大 你到底请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事实上完全是因为 这金发男非常惊骇 过去自己见到所有事情 而形成的视觉观 在这一刻呀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哥斯拉此时都哆嗦了 昊布莱恩先生 我 您 实际上他都没办法稳定情绪 说句完整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 他想不明白 过去的时候从来没见过 想都不敢想 这人真是奥布莱恩吗 他还是天影集团的北境之王吗 他这话呀 还在那哆哆嗦嗦 说我您了半天 奥布莱恩回过身来 抬手就是一巴掌就抽在他脸上了 一直以来 哥斯拉都想方设法 拉近自己跟奥布莱恩之间的关系 结果没想到最为亲密的接触 居然这么开始了 同时他的那些保镖 一个个大劲都不敢出 都被天影集团的人给控制了 奥布莱恩反手又是一嘴巴 李先生也是你可以招惹的吗 不吃死活的东西 面对着哥斯拉 奥布莱恩可一点都不客气 奥布莱恩敢招惹李高楼吗 他甚至都怕因为某个小动作 让李高楼不开心了 刚刚看到李高楼上台的时候 奥布莱恩的震撼 比现在在场那些人呢更大 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看到他 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地盘上 在这么个场合以这样一种方式 别人不知道 奥布莱恩自己可清楚 天影集团内部对李高楼的态度 就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绝对别去招惹 更何况之前北欧的地下王者 那可就是李高楼杀的 李高楼不把人家弄死 他也当不上这北欧之王 奥布莱恩是个聪明人 他绝对不会替那个该死的家伙报仇 反而对于李高楼相当感谢 因为如果没有李高楼 也就没有他成为北欧之王的今天 同样他也很快意识到 李高楼来这儿 是自己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讨好他 不顾一切的讨好他 肯定有好处 所以他选择对哥斯拉出手了 两个嘴巴 哥斯拉扇的都已经倒地上了 他现在是真绝望了 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是彻底完蛋了 他赶紧让人把佩妮带过来 那女人差点没被打死 此刻还在医院那边呢 哥斯拉呀 本来打算用他来威胁玉琪林 现在看来 威胁什么呀 保自己的命吧 现在心里边暗暗的祈祷 你可千万别死啊 我求你你别死啊 虽然说他自己非常不甘心 他也想着不行我鱼死网破 可他没那勇气 奥布莱恩的态度多明显 如果说自己还不配合 那么跟自己相关所有的人 从家人再到朋友 肯定都会被天影集团所针对 而玉琪林就在这儿见到佩妮了 顿时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总算自己女朋友还活着 不过他看着佩妮这满身伤 那伙蹭一下就起来了 李高楼直接把哥斯拉交给玉琪林 随你怎么处置 玉琪林呢 就差点感激替玲了 但是李高楼自己却知道 他这就是顺手而为 因为命令之中 哥斯拉本来就要在玉琪林手上完蛋的 我再给你带个哥斯拉本来就要在玉琪林